还防务部门21号宣布 已经完成后备战力改革配套规划方案 未来台军后备部队新样贸易任务也成行 将有12个主力的摊案守备后备旅 那么台军方的动作似乎很快 效率也很高 那么对此您怎么看 好的 主持人 看起来好像效率很高 速度很快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纸上作业的阶段 因为在纸上作业的阶段 就交由媒体来透露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他准备做这些事情 未来还要提预算 提预算以后还要重新整备所有的物资 才有办法把这些部队给部署起来 我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这一次所谓的方案 它基本上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守备部队 那台湾早就有实行所谓的 后备军人的团管区的制度 换句话说 每一个在征兵制底下 当过一段时间的兵 早期那是当过两年三年的 后来缩短为一年 又缩短为十一个月 最近要缩短为四个月 叫做军事训练役 那大部分人 在新的年轻人 基本上都已经不再接受 所谓的征兵制了 因为台湾已经改为募兵制 在马云九时代积极推动两岸和平 觉得这样子的军队规模 不符合两岸和平的需要 也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他就把所谓征兵制改成募兵制 到了蔡英文为了要积极推动台独 造成两岸之间的紧张情势 所以这个时候他发现募兵制 对他来讲是缓不济及 因为人员太少 没有办法足够的一个部署兵力 所以他就想尽办法 过去征兵制底下的人 都要在新的制度底下 被调回来当守备队 这是目前的规划的方向是这样的 然后最令人不可思议 也觉得最搞笑的 就是说刚刚在募兵制底下 在享受不用服兵役义务的年轻人 不用参加这些守备队 所以台湾地区流行一句笑话 台湾年轻人不当兵 老头子要上战场 这个是何等滑稽的一个局面 可是蔡英文面对这样子 他也不敢贸然的 去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因为他担心要得罪这些年轻人 因为一方面他想要讨好年轻人 让民进党在2022跟2024 有更好的选票成绩 就去调那个三四十岁的人 回来当兵 全世界没有比赛还荒唐的 所以调回去当守备队的人 不要讲太多 心里一定非常不平衡 那不平衡的事迹就会低落 所以这样的规划 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指上谈兵 这个只能在填一石的一个缺口而已 但是对于整体的战斗力量 是毫无提升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不能先来 再见 感谢观看